說到家喻戶曉的南韓巨星 除了我們剛剛看到的BTS 還有人氣女團TWICE跟BLACKPINK 其中這TWICE的成員周子瑜 她是一個台灣人 不過她就在南韓出道爆紅 她現在是很多台灣有新夢的男孩女孩 她們的追夢標竿 同時呢 南韓各大經驗公司 她著眼於整個長期的成長 不只呢是在台灣積極的來舉辦選秀會 她也跟台灣當地的業者 進行一個跨海的合作 她要找的是有潛力的練習生 不過這偶像練習生 如果你要真的要出道的話 這條路真的很長 每天呢你都有地獄式的課表 你要學的東西就多達了17種 你想要出頭一點都不容易 我們一起來看到台灣女孩的追夢旅程 像周子瑜這樣的台灣女生 在南韓出道 不僅以人氣女團TWICE成員 亮麗登上國際舞台 更在許多台灣年輕人心中 種下了明星夢 希望有一天也能飛越一千五百多公里 到南韓圓夢 哈囉大家好 我是文綺 今年是25歲 然後現在人在韓國 從小就很喜歡表演 然後在2009年 就韓流剛剛很盛行的時候 那時候就看了少女時代的演出 然後我就覺得 哇好想要像他們一樣 站在舞台上 兩年前就選上練習生 張文綺卻因為疫情沒辦法到南韓 只能靠自己拍影片練習 每周交不同的作品 讓南韓經紀公司驗收成果 你一天可能要花三四個小時 一直重複的拍不一樣的錄影帶 然後腳出去可能給代表們之後 又會被退回來說 這個不行那個不行這樣 然後就一整個禮拜 你就是真的壓力非常大 每天都在練 然後每天都很害怕說 今天腳出去 明天會不會又被退回來 你又要重新開始這樣 如今飛到首爾 竹夢的張文綺 正要展開漫長的練習生培訓 而在台灣 還有很多想追隨他腳步的年輕人 透過上課或自主練習 在這條追夢路上 戰戰兢兢 等待被看見的一刻 國九的時候去參加了一些 比較小沒有到恒代的公司的徵選 但其實是因為我就是九下的時候 喜歡韓星 所以才開始接觸跳舞跟這方面 十六歲的陳辰偉 曾經選上練習生 雖然當時年紀太小 父母擔憂而放棄 但他到現在都還在努力充實自己 練舞、學吉他、低音、提琴等 為選秀做好準備 因為大家都知道 練習生不是選上就會出到 其實機會是滿小的 所以我有思考過 如果我就是一直投資時間在這上面 我會不會到最後發現自己一世無常這樣 但我覺得因為我畢竟現在就是還在這個年齡 如果我想太多或是我到了19或是20 已經來不及的時候我又後悔 其實我寧願我現在先放手去做 為了搶攻海外市場 南韓經濟公司推出多元國籍的組合 觀察到台灣學生追星夢的風潮 有業者成立顧問仲介團隊 培訓台灣年輕人前進南韓當練習生 那我們在台灣我們就是經由培訓 訓練他們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然後挑選裡面還不錯的同學 然後跟經濟公司說 先會送他們的資料 舞蹈試鏡帶個人基本資料 OK沒有問題 然後接下來他們就是到韓國試鏡 然後公司覺得不錯之後 然後再會請他們帶著他們的爸爸媽媽 一起到公司去談 因為基本上練習生的合約最少最少5年起跳 韓流現在已成為南韓的重點產業 為了維持文化內容的豐沛人才 今年1月 南韓政府還宣布開放韓流簽證 吸引各國哈韓的文化留學生 但在越洋追夢之前 還得要先想清楚 有很多的同學們 其實對於韓國抱持著這種熱愛家 有時候看到都是很多是包裝 所以你要在愛韓 或者是想要前進這個 idol之路 或甚至留學之路之前 真的要把自己準備好 你要愛韓之前要更知韓 這樣